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吧 那么老师还是这样的 没有JNTL行不行 行啊 你不用 是不是用这种方式也能实现相通的效果 只是写起来比较什么 费劲 来我们看啊 那到现在的话 我们使用逻辑标签能做我们的业务逻辑的判断了 其实我们在业务逻辑判断里面 用的最多的就是谁 AF 语句知道吧 是用的最多的 那除了AF 语句以外呢 我们在开发过程当中还涉及到在我们JNCP里面 除逻辑判断以外 还得干什么 是不是循环便利数据的显示 你是不是得涉及到循环呀 对吧 那我们现在来写一个原生态的循环 来 先加个H3 叫GSTL的循环标签 来 我们加个H2 把这个录制就不用了 那这样区分完之后呢 我们F5刷新一下 循环外线数据在这下面 我们先使用传统方式画一个表格 传统方式的话 我们画一个Table表格 应该是这样来画 首先 我们先写一个Table 然后 先括号 TR 乘以 比如说我们这样个三行吧 TD 乘以一个4 是不是一个表格就出来了 你们那是没有的啊 没有开机键 你们没有开机键 等会儿会跟你们说怎么玩啊 那这个地方第一行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表头 对吧 第一行是不是表头 比如说 客层名称 教师 价格 还有重要性 可以吧 来 我们这边写几个啊 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写几个 叫加瓦 张老师 不要钱 非常重要 再来一个叫 Python 张老师 不要钱 很重要 看懂了吗 来 买补刷一下 这不是就是一个表格 对吧 那么我们知道啊 我们数据来了之后啊 这个应该是不是变利出来的 我们表格里面的数据 应该是从数据库当中 是不是查出来 查完之后 你返回的是不是应该是个 利子的集合 在我们搜到来的 加GSP的整合练习当中 是不是写过这个功能 查询所有用户 拿出来这个功能 是不是应该是显出出来 是一个利子的数据 里面是不是存了所有的数据 那这个利子的集合 过来之后 是不是在作用域里面存着呢 我们是不是先取出来 然后是不是再变利 变利的时候 每一行 是不是用我们 原生态的加码去做变利的 好 那当时是不是应该这么写 表头这块 是不是给它留着 变利的就是每一个横啊 所以在这地方是 先括号 百分号 来我们写死啊 写一个for用 括号 来 千括号 百分号 大括号 是这么多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F5 是不是三次 是不是三次 来 这是我们传统的画一个表格 用for循环来做 来你再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做的话 for循环里面有没有可能有逻辑判断 有没有 有 比如说它的脚标 是2 我是不是才显示 是不是才有这个tr 那你在这个里面 是不是得做逻辑判断了 所以你在这里面 是不是 它的有可能会这样写 for循环 if 括号 if 等等于2 大括号 大括号 是不是这么写 F5一刷 是不是只有一次 这一次是不是脚标等于2的 我们写的这个演示比较简单的 是不是会有更复杂的判断 那么更复杂的判断里面 比如说我里面 是不是还有可能有else 如果不是2的话 我是不是显示别的 那你会发现 整个的逻辑顺序 读起来是不是又是非常的困难 写起来是不是也是非常的麻烦 所以呢 我们GSTL呢 也在这里面给出了我们的循环 使用GSTL方式完成 循环 也就是循环标签 那么在用它画表的之前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GSTL的这个循环标签 叫C4H 叫C4H C4H这里面 是不是肯定是写的是循环体 对吧 比如说我们写个叫 E111 E B2R 换个行 就是每次符合一字交球 是不是就走这个 好来我们看 循环的话 是不是有循环开始 是不是有循环的结束 和它的字增 来在这地方它有个属性 第一个属性呢 叫BGN 第二个属性叫N的 BGN的话 比如说我们从1开始 N的是4 看懂了吗 从1开始到几 到4 来刷新 是不是4次 是不是循环了4遍 那老师 你也没写半段条件啊 它半段条件 是不是自动的和你N的去比啊 而每次都是自动几 1 那老师我想自增2怎么办呢 你看你原来的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可以I加2 我是不是可以跳着走 那老师你这个咋跳着走啊 所以默认自增是几 1 自增的长度是多少 这叫不长 专业术语是不是叫不长 所以它有个属性叫 STEP 就是它的不长的 你写个1 就是每次自增几 1 从几开始 笔根是不是从1开始 每次是不是自增1 最终和谁别啊 是不是和N的去别啊 能跟上吗 来应该好 还不一刷 是不是还是四次 但是我要写个2呢 每次自增几 2 刷 准备保存上 刷新 是不是两次 OK 那所以 来看我们的这个 C4一是标签 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签 循环标签 为什么老师 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觉得 Sorlight流转给GSP的数据 除单一对象数据以外 是不是大部分情况下 如果数据量比较大 我们是不是都是用 集合对象存好之后 流转过来的 那你是不是一定得做什么 循环 是不是得把集合中 存出的数据给循环出来 那你是不是得 一定用循环语句 那所以你觉得 我们GITL提供的 循环标签重要吧 非常重要 来 看住位 看它的属性 这个地方写的是什么 是循环体 循环体 下边看它的作用 是不是循环 内容 是不是进行 是不是处理 那它的使用 我们看它的属性 第一个属性叫 begin 是不是循环 声明 声明 循环 是不是开始位置 in呢 声明 循环 结束 位置 还有一个step 是不是叫 设置不长 也就是什么 是不是每次循环 要自尊的 那个长度 这是这个 来 我们再来看 这个地方 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 你想 这个地方 它每次 是不是循环自尊 是不是自尊二 但是默认 我是不是还给它给个一 是不是让它从一开始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原生的 原生的这个里面 我是不是还可以做F判断 Fi等等于二的时候 我是不是才执行什么什么东西 那这个里面 我是不是也得做判断 那我要做判断 我是不是就得拿到 你循环的当前脚标 或者是次数 当你循环是第二次的时候 我要干什么干什么 那你现在怎么拿呀 怎么拿 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有个爱呢 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有个爱 我们拿是不是 都是拿这个爱变量的值 所以 爱这个变量 记录的是什么 是不是你循环的脚标 能跟上吗 那我们在这地方 有变量吗 我们是不是就声明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 你有变量记录它的循环次数 循环脚标没 没有 所以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处形 叫 Wa Stadius Wa Stadius里面声明的什么 是不是叫变量 是不是叫变量 我们写个叫 名叫VS 这个里面就记录了 你每次循环所在的 当次循环的次数和脚标 比如 我们写一下 刚刚刚 但是注意一点 它记录 那变量名是不是叫VS 每次循环是不是都有一个脚标和次数 对吧 那它这个值 从哪去了呢 老师是存到这个变量里面去了吗 它存到了作用域里面 作用域里面是不是可以存剑直队 剑的名字叫什么 VS 直是什么 直是不是就是你当次循环的什么脚标呀 次数等等一系列的数据 它用的是 作用域来做的 所以你取的用什么取 EL表达式 道料图 大括号 VS.index 放心 是不是1234 好 我们再来走 刚刚 道料图 大括号 VS.count 老师你这怎么还一样 因为我们的起始位置是从几开始的 一 你看你看我们把它改成零 刷新 这是什么了 脚标吧 是不是循环脚标 这是什么 次数 你脚标是零的时候不第一次循环吗 能看到吗 所以VS.index取的什么 是不是当次循环所在的什么 是不是脚标 VS.count取的什么 是不是当次循环所在的循环次数 我们再来走 道料图大括号 大括号 VS.first 道料图大括号 VS.last 是不是第一次循环呀 是是是处 不是就是什么 force 是不是最后一次循环呀 是就是处 不是 force 那中间那肯定俩都不是 对吧 所以你觉得VS.first和VS.last取的是什么 是不是判断你是不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循环 所以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叫 VS.status 声明 变量 记录每次循环的数据 哪些数据呢 脚标 次数 是否是第一次循环 是否是最后一次循环 这是它有所记录的 所以在这地方你需要注意的事情 数据 数据存储在作用域中 需要使用 一言二表达是 过去 例如 给大家给个实例 是不是这么写 是不是这么写 这VS.是不是能够变量名 这以那个次数据 其实不用说这是干什么的 你直接看出属性名是不是很见名之意就知道它取的是什么数据了 来 这是 VS.status 他能做的事情 能不能让吧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的这个循环 我们现在的这个循环是不是叫长量循环 什么叫长量循环 你看这个是不是叫长量循环 我是不是写好其实位置和这个和这个长度啊 但是其实我们大部分循环是动态循环 什么叫动态循环 就是我是不是循环一个数组 循环一个集合 你这个小于大于的这个值是不是集合或者数组的长度 你这个是不是不确定的 所以这是不是叫动态循环 它是不是依赖于你所循环的那个对象 它的长度的 它的长度是不是决定你循环的次数 听明白没 而这个循环和我们原生的这种循环都是什么循环 是不是长量循环 是不是长量循环 能懂吗 但是其实我们真正开发当中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循环 是不是动态循环 你直接是不是循环一个集合或者一个数组 那如果是我们传统方式去循环一个集合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写 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写 比如说粒子 是不是点size 哪来的点lens 粒子集合 它的长度获取是不是叫点size方法 是不是去写就行了 那这个呢 这怎么写 老师 n的里面是不是写它的长度 对吧 而且你是不是还得取值 你是不是还得去取值 所以来 我们给大家写一个机会来做 监控号 还是我们GSTL依赖于谁 是不是el伟老师 所以GSTL里面所有涉及到的数据 包括我们逻辑判断的判断条件里面数据 包括我们循环里面要循环的那个对象数据 都在哪里的 是不是都在我们的作用域里面去取 明白吗 所以呢在这地方我们给大家写个监控号 白笔号 来我们写一个叫orate orate list的监控号 以streng举例吧 list等于new orate list streng 可以吧 来我们给大家加点车数据 类似点add A 三个就可以了 B C 好 来 这个我给大家写一下 这个叫 是不是常量循环 那么下面是不是要动态循环 能跟上吗 那动态循环 我不要循环它吗 好 来 我们开始写了 肩块 same 冒号 for each 这地方啊 我们写个比根 我们写个n的 哎 比根好 好说 从零开始就行了 这个呢 点lens 还点lens 这个lens是不是过不去了 啊 能点size 点lens吗 能点size 不行 因为size是个方法 一要百大师能直接点的是不是叫属性啊 能跟上吗 所以这么写不对 因为我们是 那老师 我们能不能这样啊 我们现在是不是得写一个req点 我能用request一下吧 request 点set it 我们是不是得先把lens给扔进去 你要便利它 你是不是得把它得放到作用域里面 因为我依赖的是作用域啊 所以我现在是把它放作用域里面了 能跟上吗 好那老师 我是不是这样 我再放一个 我再把粒子它的长度给放进去 是这个意思吧 那你怎么取呢 就是可以 假如说我们便利了 我问你这个地方你取立则数据你怎么取 是不是也不好取 我们GSTL呢 给大家给出了这种方式 它还有一个属性 我们就不要用begin和end了 begin和end更适用于常亮熊 它有一个属性叫e-derms e-derms里面表明你要便利的对象 它就会自动从这个对象的零开始一直便利到底 直接到那儿说大罐谁 list 是不是取的就是你作用域的list 来你看好 我们在这里面写一个叫bbb 我们写个br 那你觉得这个粒子的长度是多少 是不是三 这个循环是不是得便利几次 三次 来我们看一下页面的效果 f5一刷 是不是三次 是不是三次 所以它是不是自动 从零角标开始一直便利到尾 能跟上吗 好 那我们再来走 那这个地方老师我不要bbb 我想要的是不是粒子里面存的东西 好 它还有一个属性 叫wang 不是wastadu 是wag wag里面我们写个叫str 这时候叫变量名 它会记录你每次循环 粒子的里面的数据 每一个角标所对应的数据 都用str去记录 就是str 每循环一次 str的值就是谁了 就是当次循环角标所对应的 是不是值 不是角标啊 str不是脚标 是什么 是脚标对应的什么 值 能明白吗 是值不是脚标 听懂了吗 那所以我们要拿 是不是直接取str 是不是就把每次便利的结果 是不是就都拿出来了 str从哪里去呢 还和wastadu是一样的道理 它是不是都放哪里去啊 作用欲 所以我们再取的话 直接 道料符 大够 谁 str 刷新 是不是abc 取出来没 取出来 那如果我粒子里面存的是user呢 这个str就是谁了 user 那你是不是就直接点属性 点点点 是不是就都出来了 嗯 所以一定要注意 哇 它这个变量 声明的这个变量 它记录的是不是 你每次循环的什么 结果 也就是你粒子的 是不是每一个脚标 所存的数据 如果你粒子的里面 存了一个什么 一个user对象 那你这个str 指向的是不是就是user对象 那我要拿 user对象里面数据怎么呢 是不是直接点属性 是不是就可以了 可以明白吗 所以还有一个属性 它还有属性 叫item 这个地方 它的属性 是不是叫用来 声明是不是叫便利的 对象的 对象的 结合什么 就是el表达式 是不是获取对象 能跟上吧 就是结合el表达式 去作用率中 是不是获取 你要便利的对象 然后它还有一个属性 叫wag 叫声明变量 声明变量 记录每次循环的什么 是不是结果呀 然后呢 结果存储在哪里 就是存储在 作用育种 需要使用 el表达式 是不是获取 是不是实例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 长这个样子了 那我们再来看 使用它来画一个表格 叫创建表格 来把我们上面这个 整个的拿过来 这一个table 我们再来看 用ei表达式来做的 我们原来是不是这么写 这是不是就没有了 这是不是都不要了 在这里面我们直接写什么 肩块 C冒号 包意识吧 这个地方我们写谁 是不是写 笔根的 那如果要是一个 极客对象怎么写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就把例子 例子什么是 一二 一二三四 有四个 我再来复制一个 写个 d 那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 是不是写个叫 eterms 谁 道乐辅 大括号 谁 list 然后再写个 wah 等于s 那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是把这个tr 是不是整个扔进来 这是不是就是 它的循环体了 循环一次 是不是相当于 输出一次tr表格 这里面的数据就是谁 道乐辅 大括号 是不是s 能跟上吗 全是a 它是不是循环了好几次 来我们看效果 f5双 是不是亮的 一行aa 一行bb 一行cc 一行dd 是这样的吧 因为我们每次循环s 是不是都 我相当于是把s 是不是取了四次 当次循环 你取的是不是只有a 如果s是个对象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s.unim s.pwd s.h s.proth 如果它是u点对象的话 是不是循环一次 把一个u点是不是都取出来了 看明白吧 来 来 来对比一下 这种效果 是这种效果 哪个爽 哪个爽你觉得呢 是不是肯定下边是吧 肯定下边 好 那我们集合除了release以外便利集合还有谁 是不是还有map 来我们再来写一个map 我们写一个map 等于nil 哈希 map 我们给它个 换言吧 不死病啊 还是死病 h 来我们写个叫map 代替複点 put a1 哈哈 复制 给两好了 演示一下怎么用啊 b1 嘿嘿 好了 我们便利Map 便利Map即可 肩口C冒汉 4H 是不是先出来 这个里面 来我们看一下 首先 是不是用A点字 你要去便利 首先是作用域 你放作用域了吗 有吗 没有 是把它先放哪里去 作用域里面 这个里面写谁 Map Map 这俩不一定非得一样 可以吧 这就是 件的名字 这个是不是就是 你的这个 存数据的 对象名 它俩不一定一样 按你自己需求 去做就行了 这里写个叫 $大括谁 是Map 然后 1等于双引号 这个笔章 我写个M 可以吧 我们就$大括 我打印谁 M 来 坚固号 B 来 我们刷新 看效果 刷新 打了没 打了 A1 黑黑 它嘛 但是打的这个 是不是有剑有直 我只要黑黑 哈哈怎么办呢 是不是点 能跟上吗 比如说M点 什么 A1 老师 报错了呀 你这没找到A1属性 能看到吗 你不写A1了吗 这不有A1吗 这是M吗 M点A1 它怎么没有A1 看到没 然后 杠杠 到了 大括号 M点 YALU 不是直接去点你那个剑的名字 是点T 它是不是就把你当次循环所指向的那一条 剑之队的那个剑 是不是就拿到了 能明白吗 不是去拿那个剑的名字 是这个K 属性存在是不是你当次循环的剑名 能懂吗 好 所以在这地方注意一下 如果我们要去便利一个Map集合 你是不是M点P 是不是拿当次循环指向的这个剑之队的剑的值 M点YALU 是不是拿当次循环指向的剑之队的值 不要去点剑名 那是不是报错的 是不好使 明白吗 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 这是便利Map 那么这个便利Map和便利利子的给大家给的这种效果 是不是可以作为实力代码去用了 只是数据不一样 但循环结构一样 一样的 这是我们的Fortion 你看这个 然后再说 我们的Fortion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